行吗,你给我讲这个吧,我听听 OK,这个就是大概讲这个Diffusion 可能这个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前面就不说了,直接说作为重点 这个宋阳这个Block 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 它这个假设这个是2Gaussian 然后这个是那个GreliantPT 因为在这个地方Density最高嘛 所以它这个每个点都会往这个地方迁移 比如你在这个点去算这个Greliant 它往这个地方迁移 然后呢,这些可能都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然后呢,就是你 它这个score estimate function 就是说我去这个 就是去拟合这个过程 这个LogPX这个东西 但你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定是一个高神 这是我们叫拟合那个东西 然后我想想 好,这里就比较重点重要了 然后比如说我要去拟合这个LogPX 但是它有个问题是 它这里面说了 KChallenge is that the fact 这个东西 不够准确在LogDensity Regions 就比如说你这是个2Gaussian 你可能这部分你能sample到很多点 但是在Gaussian以外 你基本上sample不到点 然后它这个图就表示一下 比如这里是这个HighDensity 这LogDensity 所以就是说你在学的这个过程中 这些地方就能学的很好 但其他地方学的不好 然后所以它就会引入一个这个多步的过程 就是说我先加一个高声Noise 去把基本上所有点都有可能被sample到 然后我会让整个Space变成Accurate 所以就是说我不断的就等于那个造声的Sigma会不断增大 如果我考虑这是个Forward process的话 然后那么Sigma1是最小的 就是那个从图片 我想想 对从图片第一步的加Noise最小 然后后面加最大 然后它这个这里面有个图 对它这里面有个图就表示挺好的 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点都在这些地方 然后过了一步之后 你的点会通过那个quariant那个logpt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一步一步移 最后移到我们要去的这个高声 就是它把目标函数定义成两个to高声 然后它在解释这个到底这个score matching的过程到底在干嘛 什么叫目标函数是说你说image的diffusion是两个高声吗 还是说的 对它假设你的目标函数就是这两个小高声 然后它这个过程 它这个过程在diffusion就是score matching的过程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说我先给这个两个小点 你不是pt吗 你先加非常大的噪音 让基本上可以让整个space都基本上可以被sample到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学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因为没有那个low accuracy的问题 就是inaccurate的问题 因为你之前它这个图上说的这个accurate 它这个底线三角就这accurate 其他地方就是sample不到 但是如果你加足够大的noise之后 它都可以sample到 然后你看这个图 然后你比如你一开始的那个点在这 然后它可以算那个grilliant logpt 如果你已经asme比较好了 它移一下移到比如说 移到这个靠这个附近了 移到这儿了 然后你再做一次那个diffusion process 它就可以移的更近了 就等于它一步一步去朝着目标移进这个过程 然后这是这个diffusion 也就是说这其中 其实这些过程中 你如果把它回去的时候 你从这个回 什么叫来 什么叫回去 这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说啥 其实也 这个图我都看不懂 这个图 这个图你sample的蓝点是纯gaussian noise 然后我们现在是就是做backward 不是要从纯gaussian noise变成一张圆图吗 嗯 然后假设这是那张圆图 ok 然后我就sample这个点 我要把它最后mapping回这个圆这个点 最后那张图跟它圆 怎么define 怎么我怎么tell 就是你怎么define什么是圆图 什么是noid 我complete都可以使用 呃呃呃圆图 呃我们这样 就是呃 我们的圆图就是突高神 嗯 然后我们的纯noid就是一个高神 然后我们的forward也 我们的forward path 就是你考虑forward path 就是在图片上不断加噪声吗 就是这个是forward path 哦 哦 我以为你自己是给两个高神 如果加速度上变成一个高神 是这样吗 对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高神 对 不断给两个高神不断加噪 它就变成一个高神 然后你怎么把它退回去 它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你挣着是比较好做的 但是退回去是我们希望做生生模型关注的吗 你怎么通过一个高神把它退成两个高神 然后那你就是你你sample的点之后 你需要你需要给它指导 就是说你这个点每一步要往哪移动 然后这个移动的方向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算那个 呃规定的logpt的东西 嗯 就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小箭头 你比如说你这个点sample到这儿 然后这一刻的logpt长这个样子 那它就会往这边移动 然后这个是刻的logpt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会随之随之移动 它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个 然后这是这个过程 然后它就是这个高神noise 它会加的越来越大的 就是在这边加的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因为 你你在一个高神的时候的 那个点的那个density和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看这里面 比如这条主队有线上基本没有点 所以如果你在训练的时候 它是它是并不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需要要给它加noise之后 才才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个 就这个思想 我这就感觉这个不高神变到弯高神 然后又从弯高神再变回去 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想一下的 哦 那我觉得可以啊 这感觉我 我觉得这感觉是一个比较靠谱的direction 就是我们考虑下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正啥呢 你觉得 嗯 不是你晚上这个讲完了 你没讲完你可以接着讲 OK 然后后面 这个它这有个动图 我就不切了 这动图就解释 就是说它一步一步 怎么通过一个高神变成变回两个高神 通过算那个grade log p 嗯 其实基本上讲完了 哦 还有一个是 这个东西 这个equation 我后来发现 这个equation并不是唯一的求解方式 就是在宋阳的文章里面 他说 这玩意儿可以写成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说他们给了一个这个 他说这可以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可能不好 但是比较intuitive 然后就说 这个是 关于时间t 这个高神不断变 这个virus变大的过程 然后但是 它也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然后这这头的这种形式比较好 也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跟上面等价 然后它 这是sde的形式 它也可以写成ode的形式 这个就是它那个scorewrench那篇文章写的 然后我看一下ode 应该在这 也可以写成ode 也就是这个这个equation 它可以写成很多形式 它最后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最经典的diffusion 那个模型 不是 那个diffusion equation 它不是唯一字 你可以写成别的 OK 所以你讲完了是吧 对我讲完了 我们把这个视频关了吗 打算以后每次只在b这场发现念经的视频 不再b这样传递任何信息 你觉得这样关注我的 这还会是什么人 你通过这干嘛呢 你想 就得你要学生都去看youtube是吗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让他们看youtube 但至少就是我感觉 你觉得呢 可是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没有目标 OK 但我觉得他们 评论也确实不是很好 我觉得 可能你的目标 比如说你是为了学生互相直接学习一下 或者是你是为了筛选一下未来的学生 因为b站本质上赚不了钱 所以在b站发视频是没有收益的 但是b站上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学生通过b站来找我做课研 对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 至少我觉得我天天见经 那个没有耐心的人 肯定就不保 就可怕我取关了 我觉得 我感觉喷你的应该也不是粉丝吧 对喷我的不是粉丝 但问题是我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些一个视频 会引来一些人来喷 这个事情是很随机的一件事情 对啊 这是他推荐算法 随机推荐的 所以我想测试一下 我就读客玩 他也能引来一些人来骂我吗 这是我想测试的一件事情 应该不会吧 他需要爆点 然后才会有 对我看到有一个评论 他说他说修铁路的 他就很 他就说b站为什么要给他推荐这个视频 然后我想了一下 是不是因为那个切的意思 是在切换铁路的轨道 还是什么意思 然后那个人 我也不懂 他可能是就是b站会随机推一些 就是热点视频吧 你的视频可能被列为热点视频了 那为什么这个视频被列为热点视频 这很奇怪啊 就是这视频也没什么信息啊 就是观看人比较多 然后评论比较多 点那个 可是他一开始也没什么人评论 就是就很就很诡异啊 感觉这个视频就 他算法吧 他可能达到某个条件了 然后他就对了 新引入的这个观看的人 留评论的比例啊 或者他观看这个视频的 到结束这个比例啊 可能都比较高 然后他又开始推了 后来我在每一个视频前 我加一段那个杂度定义 解释一下各种100个杂度的定义 这样的话就应该会让一些人 不会去读看看第一分 然后直接跳出了 OK 其实你想做的就是说 对于完全跟这个领域没有关系的 人就最好就不要来看这些视频 是吗 对 我感觉因为 我感觉我有些学生会在底下 他们吵架 OK 或者有些跟我 有些之前带我答应过的学生 他们应该 因为我感觉我看来的那些评论 感觉是有 应该是有一些学生在 在看他们吵架 然后那些人 那些人感觉完全就不是在干这个事 然后完全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然后 我就读一读念经的 以后还能帮助小朋友中文 我觉得挺好 你可以在那个什么 你可以在前面念经 先念一分钟经 然后再开始说 我打算 我打算接下来先发个 十来七二十七念经的视频 把一些人筛限掉 挺好 就是念到的 就是不会再有人取光了为止 然后那就是说明 这些人应该 他至少知道我是谁 然后知道我在干嘛 把那些随机关注我的人 他们直接都干 这是我的打算 OK 我刚才可能先课吧 然后再随机关注 所以我在每个视频前 应该加一段 死了都定义的 看上白 或者你就先 先讲一些数学问题 然后再说别的事情 我懂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 绿到上 前五分钟 全是讨论数学问题 然后最后 最后再说点别的事情 OK